我的幸福结局第六集抢先版 阿琳娜有可能并不是女主的女儿 而是坏女人全允真的女儿 女主居然正式和坏女人签约 让全允真作为公司的签约画家 对于这个结果坏女人感到十分意外 而女主则是奚落坏女人 你二十多年了都是个无名画家 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吧 而坏女人反唇相击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得到认可 我就要放下作为画家的自尊心吗 而女主则是对坏女人说 你先别谈作为画家的自尊心 你先好好想一想作为人的自尊心吧 把事情搞砸的人不是我 把事情搞砸的人是你 而坏女人却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反正我要组成家庭了 我是不是该和家庭成员亲近亲近呢 女主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就是为了对自己的离婚官司有利 所以才会和坏女人签约 其实这是在律师的建议下 女主给坏女人设的局 而在艺术财团奖学金的颁奖典礼上 女主正要实施这个计划 坏女人在现场 许顺勇也在现场 正当女主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短信却不停地发过来 而其中的一张照片正好是女主服用遭遇症药物的照片 而精神类疾病的过往恰好是女主的伤疤 所以女主的计划破局了 而私家侦探把许顺勇的通话记录送给了女主 与此同时女主又收到了短信 短信是这么写的 最终受伤最多的人将会是你 难道你有不后悔的自信吗 而翻看许顺勇的通话记录 里面有一通电话居然是亲子鉴定中心的 显然许顺勇做了亲子鉴定 而女主也马上回到家找到了鉴定结果 难道说阿琳娜并不是女主的女儿 而是坏女人全允真的女儿 因为全允真曾经说过 我有一个女儿 而话里所谓的女儿其实就是阿琳娜 一向把自己示弱掌上明珠的丈夫 却突然出轨了自己最好的闺蜜 可即便男人和闺蜜在一起时 也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可当她问起丈夫为何出轨的原因 丈夫却欲言又止仿佛在隐藏着什么 但是已至此最重要的是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可一直以工作为重的她和天天陪女儿的丈夫 比没有任何优势 她想跟丈夫好好协商解决 即便离婚也要给女儿留下美好的印象 可闺蜜却提前向她发难 不仅提前从学校接走了她的女儿 还和所有人说她将成为女儿的新妈妈 俨然已经把女儿当成了她的长中之物 而丈夫也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如果不做出反击自己就要失去女儿了 她在大厅广众之下毁了闺蜜精心准备好酒的画展 作为对她破坏自己家庭的报复 又让人把自己公司的资料偷偷装进老公的电脑里 举报老公偷窃自己公司的设计方案 只要老公被拘留了 那女儿的抚养权就肯定是她的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自从她逼走了丈夫 女儿就一直不肯吃饭 一个劲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搞得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闺蜜还火上浇油 假扮成她的模样偷偷跑进她的家里 不知道跟她女儿说了什么 导致她女儿一直哭个不停 她怎么哄都无济于事 直到丈夫出现才稳定下来 回想起丈夫之前对自己的各种宠爱 她知道丈夫的出轨肯定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不爱她了那么简单 她想和丈夫开诚不公谈一次 让她告诉自己究竟为什么 丈夫却说告诉她了也没用 自己现在只想让她变成全世界最痛苦的人 让她体会一下活在地狱是种什么感受 她苦思冥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这么恨自己 于是让人查了丈夫最近的所有通话记录 唯一可疑的是一家叫都林生物的公司 她试着拨通电话才知道 那是一家不用确认身份就可以做亲子鉴定的公司 得知鉴定结果都会邮寄给本人 她翻遍了家里所有地方 终于找到了那份鉴定报告 原来这就是丈夫出轨报复自己的原因 另一边的尹泰吴调查道 袭击灾院的凶手白盛奎在袭击灾院前联系的对象是许志勇 也就是灾院丈夫假扮的哥哥 可问题是白盛奎在跟许志勇通完电话后 又马上打给了许顺勇 许志勇与许顺勇明明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多次一举 除非还有一个许志勇 与此同时 灾院老公也在全完真的车上发现了一部陌生手机 上面的联系人只有白盛奎一个人 通话记录却有几十条 他去质问全完真 可女人坚决不承认认识白盛奎 尹泰吴发现白盛奎跟全完真的父亲也关系密切 这似乎是一场针对灾院的蓄谋已久的阴谋 灾院女儿的身世又到底是怎样 之前全完真在咖啡馆一边画着灾院的女儿 一边向服务员炫耀说那是自己的女儿 难道阿雅琳真的是全完真的女儿吗